大家好 这节课呢 咱们主要给大家去讲解和演示一下 关于这个参数化功能里面 其他的一些参数类型 他们的一些常见的用法 由于这些参数类型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独立 所以呢 其实都是一些单一的功能点 理解起来呢 也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所以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遍就可以了 大家就能够知道 在实际用过程当中怎么去使用 好 还是进到VUG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演示这个功能啊 直接我们暂时先忽略掉 这些发请求的过程 我们还是使用这个 要output message这个函数啊 手工的来输出一些参数 那么这些参数呢 我们就暂时先不用username的 这个参数了 直接再去创建一些新的 创建一些不同类参数类型的参数 打开参数列表 新建一个参数 比方说我们就叫 RandomNumber 随机的一个数字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想要生成一个随机数 参数类型呢 就可以在这边选择 RandomNumber 这样一个参数类型 随机数 然后呢 这边给定一个随机数的范围 比方说 1万到9999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生成一个1万到9999之间的一个随机的整数 好 这边有个Number Format 格式化 这边呢 就是明确的指定这个产生的这个随机数 它的长度 默认百分号LU LU呢 表示这个长阵型 这个默认的这种格式呢 是指我们这个参数的长度是多长 比方说这边1万到9万 那是5位 那它就是显示5位 好 这边呢 有百分之0 1 那当然如果是5位 你这边明确指定了1位 那它就会显示出问题 它只能显示1位 那至少都是5位 那如果是6位怎么办呢 这边就相当于指定了我们显示的这个长度 那这边呢 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如果是6位 它就会在这个值的前边补加一个0 如果是7位呢 补加两个0 8位 补加三个0 就这样 通常来说啊 我们也不用明确的指定多长 除非是为了一些格式化的方便 对于这种 本来都是5位的 那比方说如果是5位到7位这种 那我们呢 就可以用7位的这样的方式 那么从00100到999999 类似这样的一种格式 这样呢 你就会看上去这个参数 它的格式化是比较统一的 好 那么这边呢 update value要一样的 一起occurance 还是一起reteration 那正好呢 我们前边也没有专门再给它演示过 一起occurance的这个功能 所以顺带借助这个rondom参数呢 给它做一个演示 我们现在呢 选择一起iteration 先来看一看 好 这边我们直接lroutputmessage 获取这个参数的输出值 那么使用lr1过strand 里边呢 双引号大于大括号 rondom number 大于号扩回了 这边呢 顺便给大家再补充一个点 咱们这个参数的分割符 是可以自己定义的 不一定非得要使用大于号这种符号 我们可以比方说 我如果想使用这个来做一个分割符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那么重新定义一下它的分割符就可以了 在咱们的这个tours菜单底下的generate option里边 通用的一些选项 里边有一个 这个perimator brace 这个分割符到底是什么 这边默认定义的是大括号 我们要去定义其他的符号都可以 当然基本上来说 咱们也不用专门去管 又默认着就好了 了解一下这个功能点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random的值 那么运行次数呢 把它设存 咱们就运行五次就可以了 好来运行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会输出五个 一万到九 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 那么这个 之间的一个随机数 那我们看到这都是一些随机数 好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 相对于在这个代码当中 咱们再来给它输出一次值 由于我们这边参数列表 取值方式选择的是一起它reaching 那这个时候呢 每一次调用这个值才会变形次 那这种情况下 这边两个值呢 他们这边值取什么 这边值同样会取什么 我们这边看到了 虽然它会运行五次 但是由于每一次里边 调用了两次随机数 这个时候 列表里边就会我们输出十个参数 那么这十个参数呢 每两个它是相等的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 这一个小小的实验 OK 这是第一组 第一次i-teration 第二次i-teration 第三次i-teration OK 这就是参数的 取值的一起i-teration 这个功能 它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我们改成 e-to-currence呢 occurrence是指这个英文啊 是指出现发生的意思 改成e-to-currence的取值方式 就意味着什么呢 无论你什么迭代次数 无所谓 但凡是这边代码里边取了一次这个参数 那么它就会修改一次 取一次就会修改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的呢 就将会是 这边十个十次运行 那么十个参数的值 好我们来运行一下 确认一下这个结论 好我们看到啊 的确 每一次运行的值呢 都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e-to-currence 它的取值方式 只要出现过一次取值的地方 那么下一次取值呢 它就会变 好这是e-to-currence的一个选项 好 那么上面讲的呢 这个就是关于lowrunner里边的 这个随机数的一个参数类型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啊 到底还有哪些参数类型 这边有一个 DataTime 这BBT customer这种质地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使用价值的 我们呢可以直接忽略了 DataTime 日期时间 这个比较有价值 比较说我们需要在某些情况下 以当前的年月日十分秒 作为我们的一个参数值 那么就可以使用DataTime这种参数类型 而且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啊 使用这种不同的自定义的一些格式 比方说我们现在自定义成年月日 十分秒加毫秒啊 这边默认都有的 我们来看看 百分号Y表示是年 百分号M表示是月 百分号D表示是日 这个格式 我们可以直接自定义 自己想要的一些格式 好 这是一个时间 那么新建一个参数 这个RandomNumber 我们把它改回去 咱们新建先关闭啊 这个刚才 因为对它进行修改了 反应回去啊 好 我们新建一个参数 就叫DataTime 那么参数类型呢 选择当前的日期时间 选择使用默认的年月日十分秒加毫秒的这种方式 好 一起Ocurrency 好 那么再来输出 我们这边就直接输出DataTime 好 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看到的这就是年月十分秒 以当前脚本运行的时间作为一个基础 好 我们看到 由于这个脚本运行很快 如果单纯是以秒为单位 我们看到都是20秒 所以加个好秒就能够很清楚地区分到 这个每一次调用的时间都是不一样 这是关于另外一个参数类型 好 那么再来看看 我们常会用到的还有什么呢 是日期时间随机数 好 这边还有一个unique number 这个很特别 我们普通的参数可以选择unique的取值方式 这边Lowrunner还专门给我们定义了一个unique number 好 选择unique number 那么这个unique number呢 里边也同样出现了一个block size per user 每一个虚拟用户的快的大小 也就是说每一个虚拟用户可以用的数量 比方说我们现在假设从1开始 然后呢 这个block size设成100 这个时候跟普通的一个取值 并不是说它就从1取到100了 就表示从1到100 是指呢 第一个虚拟用户 它获取到的值 那么第二个虚拟用户呢 它获取到的值是什么呢 它就是从101到200 第三个用户呢 是从201到300 第四个用户就从这个301到400 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往下这个类推 无论有多少虚拟用户 那么它都可以继续持续的往上加 只要不超过我们整数的最大范围就可以了 这样呢就可以保证每一个虚拟用户 它获取到的值呢都是唯一的 OK 这是关于unique number 它的这边看上去像是一个范围 其实不难 比方说从什么值开始 我们不一定会得从1万 我们会从1万开始 然后呢 每一个虚拟用户呢 取1000个值 那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第一个虚拟用户它的取值就是从1万 1万0亿吧 从1万0亿到1万1 第二个虚拟用户的取值就是从 1万1000亿到1万2 第三个用户就是从12000亿到1万3 然后的话呢每一个虚拟用户就只在他自己所在的那个block size设定的那个范围里边去取它的值 同样的对于这个unique参数我们也可以选择一期 它瑞信还是一期occurrence 如果超出了值的范围以后同样有三种处理方式 OK 那这就是unique number 那么演示呢也不再去做了 因为我们已经看到过啊 unique number到底是怎么来执行的 提醒大家一点 这个unique number要去调试的话一定要结合controller并发多用户啊才能调试看到效果 好 这是我们对于参数 类型常见的几个啊比较常用到的 这边还有一个叫user id 这个user id呢也是同样跟在我们controller的多用户才能够看到 在loreowner的这个运气并发多用户的时候 他会为每一个虚拟用户编一个号啊 这个号码是唯一的就是每一个虚拟用户有一个自己的编号 那这边我们在运行的时候呢 就可以通过这个user id获取到每一个当前运行的虚拟用户的编号 运行过来做什么用 那么我们自己来决定 但这种调试啊他也没有办法在这个user game里边 因为user game并没有并发虚拟用户 他一定只能在就是我们在代码里边开发好 比方说设定一个参数他的类型是user game 这个user id啊 那么在controller里边并发多用户的时候 再把他们这些指数数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样吧也简单还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就用不用user id了 用unique number吧 因为大家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陌生 还是呢再给大家花一点时间简单做一做 我们就从10000那么掉到这个1000 保持墨的那个选项 保持墨的那个选项 然后这边输出的呢 unique number 我们只让他输出一次就可以了 打开controller 我们并发五个用户 那么每个用户的话呢选择basic schedule 每个用户运行多少次呢 我们这边手工指令 不用时间的方式 那么手工指令选择是用run until completion 在run time setting里边改一下 每个用户我让他运行100次 因为我们虚拟化的这个unique参数呢 它的取值范围是1000个 所以100次呢完全够取 好现在呢来运行一下 看看出错啊什么原因导致的 怎么还是有的内容 先把这个关掉啊 我们输出的是unique number啊 没有问题 这边代码也没有问题 保存然后重新打开controller 运行五次 basic schedule 运行次数 收成100次 运行 unique number 输出啊 我们看看代码有没有问题啊 再来确认一下 没有问题 输出的是 那在脚本里边啊 简单做个调试 有没有问题 那么这边呢 怎么control那里边好像还是在调用以前的一个脚本 所以他还继续在报这个优质内部的错误啊 那这种情况下呢 咱们 来看一看怎么来解决它 咱们打开这个参数列表看一看啊 因为我们脚本其实已经没有在调用这个优质内部 但是呢 这边 他还是在报错 实际上我们看到啊 现在username这个参数本身还在 那同时呢 他的这个取值方式还是unique 那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说虽然这个参数没有被调用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 runner会还是会去检查这里面的参数 看有没有出问题的地方 因为他可能为了预防 这些参数万一被用到的时候出错了 他还是把错报出来 所以呢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尝试 那就是把这个username的参数呢 手工给他改回其他的 因为展示也不用到 那么改成其他任何类型 其实都无所谓了 改成一个让他不会报错的类型 sequential或者runner都可以 然后点击close报错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脚本呢 保存起来 重新来运行一下 试试看 脚本本身其实都没有对 那个username进行取值啊 这边大家确认一下 全都被被这个注释掉了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把username这个unic参数呢 也把它改回不报错的情况 我们再来打开这个controller呢 再来运行一下 好的 这边我们确保 这个打开的是最新的脚本 所以呢 先把这个已经打开的 先关闭掉 然后呢 直接再新建一个 选择浏览到刚才我们这个script basic这个脚本 添加进来 好我们还是啊 给它并发五个用户 选择basic schedule 好这边数量 由于我们这边默认是使用 只并发五个 直接改成五就可以了 好 然后选择这个脚本 一定要选中选中它 然后呢点击runtime setting这个选项 每一个虚拟用户呢 运行100次 好 现在呢再来运行一遍 好 我们看到啊 这个时候呢 这五个用户呢 全都是成功的 我们直接修view the log 看看里边它的一个输出值 每一个用户 它的输出值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五个 第一个用户从 10100 101啊 一直到102 103 一直到111 因为每个是100个啊 直运行来只取了100个值 所以呢 100100结束 好 那么第二个用户呢 就从11001 一直到1002 那接下来呢 一直到1110 也是取了100个值 那当然它最多可以取1000个值 所以这边呢 最多我们这五个用户 或者十个用户 无所谓多少用户 因为它都会顺序往后累加 那么最多呢 我们可以让它运行1000次 保证每一个获取到的值呢 都是唯一的 那运行1万次 那这就不行了 因为它只能取1000个值 这个取得值的个数 就决定了我们运行的次数 好 那么在真实我们运行这个 性能测试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讲 我们都是通过这个运行的时间来决定的 运行多少时间 而不是说运行多少次 那这个时候 我在这段时间内 其实我们是很难确定 到底我能运行多少次的 那么所以呢 如果我们需要为这样的场景 准备一些唯一性参数的话呢 建议大家 能准备多少就准备多少 尽可能充足一点 确保它 它能够在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运行当中 获取到的都是唯一的值 否则如果准备的太少的话呢 它就会报错 那么 通常情况下啊 我们讲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咱们就使用这种 unique number的这种参数类型 在后边加序号的方式 这样呢可以确保啊 参数取之不进用之不紧 而且都可以获得唯一 一千感觉没有办法 把它一万吧 把博洛克赛斯改成一万 那只要每一个虚拟用户 调用一万次这个脚本来进行性能测试 那都可以获取唯一 OK 那么这是一些啊 不是特别要求的情况下 只是为了确保唯一 我们就可以用这种编号的方式来达到unique 否则的话呢 像这种我们 它只必须是明确指定 那我们就只能去准备 那么准备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直接在基石本里边 这样去这个手工输入 事实上呢 在我们准备参数的过程当中 Lowrunner还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非常好用的接口 那就是Data DataVisor数据向导 这个功能呢 它要覆盖我们重新建一个 选择DataVisor数据向导 这个功能它主要呢 会可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数据库查询的这么一个接口 我们呢可以直接去创建一个SQL语据 从数据库里边直接去获取到它的值 那么要实现这个功能呢 首先必须要创建一个到数据库的连接 那比方说我们现在连接的这个PHP1的后台的数据库是MySQL 那么我们呢就需要去创建一个MySQL的连接 那么打开我们要创建这个连接啊 一方面呢 咱们通过指定SQL语据的方式 先往下一步啊 这边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创建通过Microsoft Query这个工具来进去查询 另外一种是直接指定SQL语据啊 我们都会选择使用第二种 然后呢 这边最大的行数默认我们可以设置 如果不设的话呢 就获取到这个SQL语据获取到多少行 它就多了 好下一步 那这个时候呢 会要我们去指定一个连接支付串 这个连接支付串呢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是单独的去创建 好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的数据源啊 这边呢注意一下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没有创建好这个限制层的数据源怎么办呢 那就直接去新建一个数据源就可以了 或者说呢 通过咱们的这个控制面板 在控制面板的这个管理工具底下 也会有一个数据源的一个工具啊 对它硕士 在这里边我们去新建 那么打开的界面和在直接在rollrunner里边 他们调用的界面是同一个 是同一个 选择类型 他到这一步选择驱动程序 他们调用的是同样的一个东西啊 所以呢 用任何一个去创建数据源都可以 好比方说我们现在这边要去创建一个 到 选择用户数据源就可以了 这两个区别在于用户数据源是只针对当前这个用户有效 系统数据源是针对所有这个 用户都有效啊 这边他的这两个解释是有问题的啊 一个是approvalized to this user only 一个是this machine only 针对系统数据源是针对所有用户都生效 用户数据源是针对当前登录的这个用户啊 所以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对外方里边一个小小的bug 下一步 好这边呢 我们就直接指定数据源的这个参数类型 我们连接的是MySQL 那么就指定MySQL的这个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如果说我们的电脑上没有MySQL ODBC的驱动怎么办呢 请大家下载安装一个啊 必须要去安装 好 这边指定我们这个MySQL数据库的一个名称 比方说就叫php1的ds 在这边指定服务器 那我们的MySQL只有在本地localhost 如果是其他机器上指定IP地址 端口默认用户名root密码为空 好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当我们输入完上面 这些信息以后能下拉出来对应的数据库上的这些数据库 那么就意味着呢我们的这个连接是成功的 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办法下拉出在这些数据库列表 证明这上面我们的这些输入 要么密码输出了用户名输出了 或者说IP地址不对 或者说那个服务器那边并没有启动MySQL的数据库服务 那这个时候下拉是下拉不出任何东西来的 我们现在对应的是php1的这个数据库选择 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这样呢其实就相当于建好了一个数据员 那么在底下呢我们就可以直接指定一个社会区了 比方说select新frompwusers这是php1的一张表啊 finish 好这应该是表明的问题啊 先把这个数据先浏览到 这个语句select新from哪张表 我们呢打开phpMyAdmin确认一下就好了 应该是叫pwmembers 好那我们呢直接这边 这个表里边就保存着我们当前数据库 那当前这个论坛数据库里边所有的用户信息 好那我们呢直接这边select frompw下滑线 members这个表里边就保存着我们当前数据库 当前这个论坛数据库里边所有的用户信息 失败 再来看看啊什么原因 pwmembers 数据啊也是可以的 所以uid username password 我们要不只选择user name这一个列啊 再来确认一下 好 调整一下最大行数啊 这个100行号1000哈 这打开了查询工具啊 然后换这个sql去来执行 select select user 列名 username frompwmembers 好 先把它卡背出来 finish ok 没有问题 好 能够运行成功 那么再来确认一下啊 刚才应该报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加后边一个分号啊 应该是这个语气后边忘记了加这个分号导致的再确定一下 ok 现在也没有问题了 也没有问题了 好 这样呢我们就获取到了这样数据库里边的纸 这边数据库有多少纸他都可以获取到啊 但是 这边由于他的这个设计所限只能显示前100 我们打开记事本就可以看到里边 整个数据库里边所有的账号信息 那所有的都有 好 但是呢他这边只会显示100个 我们取值会取到所有的值 这种方式呢就会更方便的让我们呢 快速的从数据库里边抓取我们想要的一些信息 通过DataVisr的这个方式 那么快速的产生一些微信的参数 ok 这是这一个 通过数据向导来获取数据的这么一个方式 但这边啊也特别注意一下 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数据了以后 那么如果说我们数据库那边还有数据更新 那这边他是不会自动更新的 它只是一个一次性的行为 一次性的获取过来 那这种获取 未必我们非得要使用这个DataVisr的这种方式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这里边把这个值选出来嘛 然后直接拷费出来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输入一个sacre语句 获取到相应的值 执行 然后呢把这个值拷贝出来 放到这个参数表里边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啊 所以没有本质上的什么差别 就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 好 那么这个关于整个参数化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操作呢 咱们主要讲的就这么多 那么整个参数化的一个功能 咱们就先讲到这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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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